大家好,欢迎来到本频道 今天我们将探寻中国历史上文明侠尔的四大名楼 自古以来,诗人们就以永探亭台楼阁来表达他们对景色 历史与人文的敬仰和赞美 而在中国,有四座楼阁因其背后的诗词而名扬天下 他们分别是山西永济的冠阙楼 江西南昌的藤王阁 湖北武汉的黄鹤楼 以及湖南越阳的越阳楼 让我们一起深入了解这些楼阁背后蕴藏的历史 诗意和文化内涵 请跟随我一起 领略这些古老建筑的魅力 一、山西永济贯阙楼 灯贯阙楼 唐、王之焕 白日衣山静 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 白天渐渐落在山的尽头 黄河水流入大海 我想要远远地看尽千里美景 所以我要再登上更高的楼层 灯贯阙楼是唐代诗人王之焕的名作 四句简洁的诗句 凝聚着深刻的哲理和意境 这首诗虽然短小 但蕴含着丰富的内涵 体现了诗人对人生和境界的思考 首句白日衣山静 通过简洁明了的字眼 传达出一种山顶的景象 似乎白天的阳光在山的尽头消失 暗示着时间的流逝和生命的短暂 这种景象 也让人感受到生命中充满了变化和无常 接着 黄河入海流 以富有韵律的词语 勾勒出黄河奔流入海的壮阔场景 黄河作为中国古代文明的发源地 其壮美的景象和广袤的趣事 呼应了诗人内心追求广阔 壮丽的愿望 欲穷千里目 这句话表达了诗人对远方景物的向往和探求 意味住诗人渴望遥远的视野 希望能够一览千里美景 探寻更广阔更远的风景 这也可以被理解为诗人对人生的追求 渴望不断拓展自己的眼界和境界 最后一句更上一层楼 作为整首诗的点睛之笔 传递了一种追求卓越 不断进取的精神 无论是在人生的道路上 还是追求理想和目标时 都要不断超越自我 向更高更远的目标迈进 诗人用楼作为隐喻 象征着不断攀登 不断进取 表达了追求卓越 超越平凡的追求 整首诗简洁而精炼 文字简练而富有意境 通过山 和 视野的描绘 诗人将自然景观 与人生境界相联系 表达了对远方 对未知的向往 同时也启发人们勇往直前 不断追求卓越 不断超越自我 灯灌雀楼的深刻内涵和高远意境 使其成为了中国古典诗歌中的经典之作 深受人们喜爱与推崇 二 江西南昌藤王阁 藤王阁续 节选 唐 王伯 豫章 顾俊 宏都 新府 兴奋一枕 地阶横炉 金三江戴五湖 空满京而引欧月 雾华天宝 龙光顺牛斗之须 人节地灵 徐如下沉帆之踏 雄州雾烈 俊彩星驰 台黄枕一下之交 宾主近东南之美 都督言公之雅望 齐己摇陵 宇闻新州之一范 掺为赞助 时寻休假 圣友如云 千里逢迎 高鹏满座 藤娇启奉 梦学士之慈宗 紫殿青霜 王将军之武库 家军作载 露出明驱 童子何之 恭逢圣剑 时为九月 叙暑三秋 老水尽 阵儿寒谈青 燕光宁耳目山子 眼参飞于上路 仿风景于崇阿 林弟子之常舟 得天上人之救管 曾鸾耸脆 尚出重销 飞阁流丹 夏林无地 贺厅府主 穷岛屿之迎回 跪殿兰宫 吉刚鸾之体势 批锈踏 辅雕蒙 山缘矿其迎室 穿则淤其害主 驴岩铺地 钟鸣鼎石之家 葛剑弥金 清雀黄龙之竹 云霄雨季 彩彻屈鸣 落霞与孤雾齐飞 秋水共长天一色 渔州畅晚 想穷蓬里之宾 燕震惊寒 声段衡阳之谱 豫章是古代的郡名 宏都是新建的都城 星星点缀在天空 地方紧邻着恒山和庐山 这里三江汇聚 五湖环抱 同管住满京地区 同领欧月地方 这里自然风光 美丽无比 宛如天赐的珍宝 都市的光辉 犹如龙光闪耀着斗牛之间 而这里人才辈出 徐儒和陈帆等名士 都在这里展现才华 壮丽的周城云雾缭绕 杰出的人才星光熠熠 城隍庙靠近一下之地 来往的宾客 尽是东南之美 都督阎宫威风凛凛 手持战斧高高举起 宇文新洲才怀横溢 他的帷幕短暂地停住在这里 十天的假期 盛有如云 千里迢迢而来 高棚聚集 豪气冲天如生腾的巨龙 智慧如飞翔的凤凰 孟学士以文词著称 勇武过人如闪电雷霆 王将军则以武艺文明 家军担任宰相 执掌地方名位 而年幼的孩子 又怎么会了解这些 只是在欢聚盛宴之中偶遇而已 时至九月 正值三秋时节 洪水已经消退 清潭见底 烟霞渐散 夕阳映照的山蓝变成了紫色 我们装黄车马 上路向住高近的山峰 去寻觅风景圣地 来到弟子的长洲 见到了天生丽质的古老宅院 层蓝叠杖 高出云霄 楼阁层层叠叠 俯看下去似乎没有尽头 水边有鹤嘴鸟族 穿行于岛屿之间 山上有贵电缆弓 仿佛是连绵起伏的山脉 宽敞的门廊 精美的雕梁画洞 山源辽阔无垠 江河湖泊弯区区 城内有居民谋生的地方 终生和美食相伴 河中有船只往来穿梭 龙舟和船只交相辉映 云雾散尽 彩霞映照着天空 夕阳下 红霞和孤雾齐飞 秋水与天空一片蔚蓝 渝州在夜幕下唱着歌 回响在棚里湖畔 大雁阵烈惊扰住冷冽的空气 声音在衡阳湖面上回荡 藤王阁序是唐代诗人王博 所作的一篇散文 描绘了豫章顾骏 藤王阁的壮丽景象 以下是这篇序文的部分节选 文章开头以豫章顾骏 与宏都心服作为背景 形容了宏都的宏伟 和星罗旗布的地理位置 连接了古老的文化 与新兴的都城 作者描绘了地处三江五湖之间的 优越地理环境 抒发了对当地自然景色的美好赞颂 描述了这个地方的繁荣与美丽 将当时的政治 文化 风景融为一体 他提及了众多名人豪杰 以及这片土地的优美景致 通过对人物 景物的描写 展现出豫章地区的繁荣与壮丽 接下来 作者详细描绘了腾王阁的气势宏伟 以及其所处的地理环境 描绘楼阁的奇巧结构和美丽景致 将其与自然景色相互辉映 表现了山川秀美与人文景观的壮阔 接连著作者将目光转向腾王阁周围的景色 描绘了山水交融的美景 以及气象万千的天地景象 他以生动的笔触描述了日月之景 山水之色 使读者仿佛置身其中 整篇文章通过生动的描写和细腻的笔法 展现了豫章地区的山川秀美和人文景观的壮阔 凸显了腾王阁的辉弘趣事和周围环境的秀丽神韵 透过这些描绘 表现了作者对于这片地方的景色和历史的热爱 同时也展现了对时光变迁和自然风光的敬仰之情 三 湖北武汉黄鹤楼 黄鹤楼 唐 崔浩 西人已成黄鹤去 此地空于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 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丽丽汉阳树 芳草七七英五周 日暮相关何处是 烟波江上使人愁 古人已经骑着黄鹤离去 如今这里只剩下了黄鹤楼 黄鹤一去再也没有回来 千百年间 空流白云飘渺 晴朗的天空映照着汉阳城的树木 繁茂的草地上是鹦鹉洲 日落时分 故乡的关爱在何处 将水上的烟雾泛起 让人心生愁绪 黄鹤楼是唐代诗人崔浩的明篇之一 四句短小的诗句中 蕴含着深刻的离愁别墅 和对时光流逝的感慨 首句西人已成黄鹤去 以简练而深沉的笔法 揭示了古人已成黄鹤离开的情景 暗示了过去的辉煌和逝去的时光 这句开篇就将读者带入了一个离愁别墅的氛围 仿佛古人已远去 留下的只是空荡的黄鹤楼 此地空于黄鹤楼 诗人通过对黄鹤楼的描述 更加凸显了现实中的荒凉和空虚 楼虽在 却已不复当初的热闹繁华 只剩下孤单和寂寥 黄鹤一去不复返 白云千载空悠悠 这两句表达了黄鹤一去不返的遗憾 和时光流逝的无奈 黄鹤飞走后再也没有返回 而千百年间 空流白云飘渺 映衬着时间的漫长 和无法挽回的离别之情 晴川历历汉阳树 芳草七七鹦鹉洲 日暮相关何处是 烟波江上使人愁 这几句描绘了当时的景色 晴朗的天空下 汉阳的树木清晰可见 鹦鹉洲的草木茂盛 然而 日暮时分 故乡的关爱在何处 将水上的烟雾弥漫 给人带来无尽的忧愁与愁绪 整首诗字里行间透露出浓厚的离愁别序 诗人通过对黄鹤楼景物的描绘 展现了岁月流逝 人世意识的感慨 在寥寥数语之中 诗意幽远 情感真挚 表达了对逝去时光和流逝人世的深深缅怀 以及对故乡和逝去的情感的无尽思念 黄鹤楼以简练而深远的语言传递着诗人对逝去岁月的眷恋与怀念 成为了中国古典诗歌中的经典之作 黄鹤楼送孟浩然广灵 唐 李白 故人须辞黄鹤楼 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圆影地空尽 唯见长江天际流 老朋友孟浩然离开了黄鹤楼 三月的烟花下扬州 孟浩然的孤州在远远的天空中消失 只能看见长江在天际流淌 这首黄鹤楼送孟浩然广灵 是李白为送别好友孟浩然而作 四句简洁有力的诗句中 抒发了离别之情和对友人的祝愿 首句故人西辞黄鹤楼 故人指的是老友孟浩然 西辞表示他向西离开黄鹤楼 黄鹤楼是当时著名的地标 孟浩然的离去象征住他即将离开长江流域 向西游历或迁徙 烟花三月下扬州 这句描绘了离别时节的情景 诗中的烟花可能暗指孟浩然离开黄鹤楼时 所处的节日景象 而三月表示春天 意味著美好的季节 与友人的离别交织出别样的情愫 孤帆圆影必空尽 这一句描绘了孟浩然乘船离去的场景 诗人用孤帆表达孟浩然单独的身影 远远地在长江作为一条大河 象征住友情的延续和流传 这句话也暗含了诗人对孟浩然的深厚情谊 即使分隔千里 心灵仍然相通 整首诗用简洁的语言 表达了诗人对友人的别离之情 展现了友情之深和离别之意 通过黄鹤楼和长江这两个象征性的地点 将诗人和友人之间的情感 与时光流转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表达了友情不因离别而简单 仍在心中激荡 与长江一般永恒不变 黄鹤楼送孟浩然广陵 以其清心简洁的诗意 表达了诗人对友情的真挚与深切祝愿 四 湖南岳阳楼 岳阳楼记 范仲淹 庆历四年春 藤子经折首巴林郡 岳明年 正通人和 百废巨星 乃重修岳阳楼 增其旧志 可唐贤今人师父于其上 主与作文以继之 与官夫巴林圣状 再洞庭一湖 咸远山 吞长江 浩浩桑桑桑 恒无济芽 朝辉夕音 气象万千 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 前人之树被矣 然则北通乌来 南极萧香 千刻骚人 多会于此 懒悟之情 得无异呼 若福隐语飞飞 连月不开 阴风怒好 灼浪排空 日星引药 山月前行 伤旅步行 强倾急催 薄目明明 虎啸圆体 登丝楼也 则有去国怀乡 悠产未及 满目萧然 感激而悲者已 至若春河景名 波澜不惊 上下天光 亦碧万晴 沙欧详极 锦临游勇 暗指听兰 郁郁清清 而获长烟一空 浩月千里 浮光月金 静影沉蔽 于歌互答 此乐何及 登丝楼也 则有心旷神仪 宠辱邪望 把酒临风 取喜洋洋者已 皆夫 于长求 古人人之心 或一二者之为 何在 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 居庙堂之高 则忧其民 楚江湖之远 则忧其君 事尽亦忧 退亦忧 然则何时而乐也 其必曰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一 微私人 无谁与归 庆历四年春天 滕子经被贬到了 巴林郡做官 过了一年 政治安定 人民和睦 各种建设都开始了 于是重新修缮了 岳阳楼 并对他进行了扩建 在上面刻上了 唐代以及当代名人的诗文 我接到任务 写一篇文章来记载这件事 我看到了巴林郡的美丽景色 在洞庭湖的周围 山环水绕 长江蜿蜒而过 水势浩大 无边无际 早晨的阳光和傍晚的阴影 景象千变万化 这就是岳阳楼的壮丽景观 前人已经详细描述过了 但在这里北通乌来 南街消香 千禧的游人和文人学士 很多都在这里聚会 看这里的风景 心情会不会也有所不同呢 当豪雨连绵不停 阴风怒吼 灼浪翻腾 连续多日 太阳和星星都隐没了 山月被云雾所笼罩 商旅不能前行 船只轻负摧毁 黄昏笼罩一切 有虎啸圆明之声 登上这座楼 那些离乡背景的人 会感到思乡之忧 害怕遭到重伤和嘲笑 眼前的景象荒凉寂寥 会感到极度悲伤的 但如果是春河景明 湖泊平静如镜 上下天空一片湛蓝 沙鸥飞翔 紧邻游动 湖畔花草郁郁葱葱 有时雾气散尽 浩月挂在千里之外 波光闪烁如今 湖水静静凝入化 鱼歌互相应和 这种欢乐何等美妙 登上这座楼 心胸豁达 神情愉悦 能忘却得失 拿起酒杯 在风中喜洋洋的人 是多么愉快啊 唉 我曾追求古代人人之心灵 但他们似乎和我有所不同 为何呢 不以外物喜悦 也不因个人悲伤 在庙堂之上 忧虑百姓安危 在江湖之间 担心君主国家 进步也忧虑 退缩也忧虑 那么 什么时候才能愉快呢 也许他们会说 先替天下忧虑而忧虑 后为天下欢乐而欢乐吧 唉 我这样微不足道的人 我归属于何方呢 《岳阳楼记》是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 详细描述了他对岳阳楼景色的观察和感悟 全文揭示了他对人生境遇和人情世故的深刻思考 文章开篇提到 《庆历四年春天》 藤子经被贬到巴林郡做官 一年过去后 政治稳定 百业兴盛 于是 重新修复了岳阳楼 扩建并刻上了许多唐代和当代名人的诗文 范仲淹因此得到任务 写篇文章来记录这件事情 他观察到巴林郡的优美景色 湖泊洞庭湖环绕着 这湖水围绕远山 吞吐住长江 宽广浩渺 辽阔无边 朝阳暮阴 天气变化多端 这就是岳阳楼的壮丽景象 前人都有过详细的描述 但这里北通屋来 南极萧乡 千禧的游人和文人士大多聚集在此 他们欣赏景物的心情 离香思亲 忧虑恐惧 眼前景象荒凉萧索 感到非常悲伤 然而 当春和景明时 湖面平静 天空湛蓝 有沙欧飞翔 锦临游动 岸边花草郁郁葱葱 有时长烟散尽 昊月挂在千里之外 波光闪耀 湖水宁静 鱼歌互打 登上岳阳楼时 心旷神怡 能忘却得失 把酒对风 那种欢愉之情 一于言表 最后 范仲淹表达了 对古代人人心灵的追求 和自我疑问 他们与自己的心境为何不同 不以外物喜悦 也不以个人悲伤 在高处忧国忧民 在江湖间忧国忧君 进也忧虑 退也忧虑 那么何时才能真正快乐呢 他相信他们会说 先为天下忧虑 后享受天下乐趣 他凯探自己微不足道 归属何方 这篇文章充满了对人生 事事的深刻思索 表达了对人情事故 人生命运的追问和沉思 至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